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weektalk 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的项目是neo pin 那么这个项目也是一个web3的defi类型的项目 但这个项目跟普通的defi项目有所不同 这个项目不仅仅是一个defi的底层基建项目 同时这个项目还是韩国的两大公链koy跟fation的两个合并主网之后的唯一跨链桥项目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neo pin定义为是这两大公链目前的唯一产品以及应用 同时neo pin也在昨天的时候正式宣布他们将在rwe方向去进行更多的部署 那么接下来在rwe方面也有更多的一些拓展 所以本期视频我想跟大家去来分享一下neo pin这个项目在做什么 它有哪些优势 以及目前它跟这些defi产品类的不同 还有它的一些产品布局 后面的一些相关走势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去为个人件分享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去过两个数的后面投资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请点赞关注本频道 在刚才介绍的部分中我也跟大家分享了 np这个项目是一个web3defi的底层基建项目 你可以简单来看一下它的一些产品布局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支持80多个token的这个来回转换 而且其实tbl也是来到了1.7亿美金 而且这个项目其实也是一个已经成功运作很久了的一些defi项目 基本上一些defi类的产品它都有 比如说简单的swap功能呀 加持字啊 saking包括即将上线的这一系列借贷功能 而且我也说了在这个3月22号的时候 他们也是宣布自己即将上线rw的一个功能 而且这个功能也会在3月28号的时候正式上线 所以这代表着说整个np项目又要将rw方面去进行一个拓展 而且我也在之前的视频中跟他多次强调过 rw这个方向其实是一个跟监管墙导向性的一些项目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发任何的这些产品 但是如果你要获得一些 比如说获得美国国债的一些许可 或者是想要把加密货币去变成现实中的某些投资品 那这些都是跟监管高度相关的 所以np这个项目能在3月28号的时候去上线这个产品 其实也是比较关键的 关于他们rw方向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文档介绍的也是比较详细 可以说也是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产品 那么这里有在以太坊上面的以代uict uicc的这种稳定币存款 而且这个稳定币存款的apr其实是可以高达30%的 所以这个收益也是很高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这里说了也是有通过人工智能根据相关算法来去做相关一系列这些配比的 然后他在这里也跟你讲了这个如何去来提供的这个apy 这里也有相关的这种数据 而且我给你一系列的这种奖励 包括这也是这种富头的这种策略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参与以及了解他们的这个rw的生态体系 那么也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目前所给出来的median上的这些文章 那其实除了这一系列的东西之外 那这个项目最为核心的是他本身所处的这个链的生态地位 也就是这个项目是在kly外链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 那么我们知道kly其实是一条韩国的工链 那么这个项目我记得是在defi summer的时期涨的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当时甚至一度有人将kly跟日本的那个ada去来对标 因为当时他的拉盘真的非常恐怖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项目从2021年的1月份拉到这个3月份 这是涨了有多少倍啊 涨了将近有40几倍 虽然在最近几年它的一个价格是一直往下走低 而且确实从去年的这波牛市开始 这个项目就没有什么太像样的一个涨幅了 但实际上这个项目目前还是在韩国有比较高的影响力 而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后来整个韩国的defi产品完全拉胯了 就是因为luna以及terra事件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了在这个2月16号的时候 kly以及fin这两条区块链将会组成一个统一的主网 那么这个项目现在叫做project dragon 那么kly的背后是韩国 也就是韩国的一系列defi一系列产品 那么这个fin公链其实背后是日本的这个lan公司 所以这相当于说是韩国和日本的两个公链的一个融合体 那么目前我们来回到np这个产品上面 其实它是唯一的这个具有fin这条链的一个跨链桥 就是所以这个项目的一个生态就比较的耐人寻味 就首先这个项目是做defi 而且这个项目在最近刚刚宣布他们要去做rwa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日本跟韩国的这两大公链去强强联合 做了这么一个统一的这个叫project dragon的一条公链 那么这个公链上面的这个产品体系又是由np来去支持的 比如说跨链桥 比如在未来更多的一些拓展 包括可能在他们即将到来的rw上面 那么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推动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之前这个上面的一系列的文章吧 就是它的一些产品 以及它背后的这一系列的资源 对吧 包括它背后的母公司 也是韩国最大的游戏公司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这个标的目前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强装导向币 而且如果你要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价格走势的话 你会看到在过去一个月间这个项目涨幅超过65% 所以这都能看到这个项目或许在最近真的要有一些动作了 而且它最近一年也是在走一个圆湖底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如果你个人觉得这个项目后续比较好玩 那你可以试一试 我会把这个项目放在整个rw以及整个的这种公链代币的一个观察列表里 但我觉得现在是我要入手可能还是需要看一下 因为我也去看了一下koy的一个官推 以及fin公链的一条官推 目前看起来这两个的一个合并是已经正在进行了的 但是就像英语提案一样 它还是需要一系列的这种提案的通过啊支持啊等等 包括你也看到这个np也是上线了这一系列的这种基于他们的这个池子 你也可以到它这个pool里面来看到 虽然我觉得目前这个流动性不算特别大吧 但确实也是这条公链目前唯一的一个东西了 所以站在目前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其实整个的np产品 包括np跟他们其他的一些对标都还是比较值得去来埋伏一下的 所以呢对于代币方面 我觉得这个项目确实如果要站在价值投资的角度 在rw方向是一个可以观测的一个标的 那么回到整个的强装挡向币上 那么有之前的这一系列的拉盘的经验 对吧 无论是kly背后的操盘 还是整个np背后的母公司 我觉得其实都是资源导向比较强的项目 而且确实在这一轮里面 韩国跟日本好像还真的没有跑出来什么样的一些项目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玩索拉大上的命 那么之前上一波牛市是中国的名文 那么日韩在这里面好像少了一些标的 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些这种矿币啊 是出自于日韩 包括一些比较厉害的c插盘 但在这一轮里面 韩国确实是没有涨的太猛 那么韩国人的炒币以及风沫的程度 大家都知道 但确实我想说的是 韩国的这一堆机构 以及韩国的一些比较头部的区块链公司 都因为LUNA事件真的伤得很严重 你从KLY的这个价格曲线走势图上 就非常清楚的能看到 之前这个项目可真的是 当时大家吹的 这个项目跟Cardino去来对标 然后是DeFi最强的一条链 然后没想到4月份的时候 这个韩国出了LUNA Terra的崩溃 然后就一路往下走地 所以在过去的几年间 你能看到就这项目 对吧 从来直接游户掉下来 就从来就再没有复活过 所以我觉得经过了两三年的一个修补 对吧 那接下来项目会有一些相关的这种玩法出来 而且这个日韩的两大结合 可能也是能玩一玩的 毕竟我个人觉得 站在一个炒作的一个情况下 这两个标的都还算是值得大家去来关注的 所以呢 我个人建议这个项目可以先放在观察列表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最近段时间 KYY以及这个叫Project Dragon的项目 有没有什么一些更新 如果说它有一些更新 包括你可以关注一下3月28号 它上线这个RWA产品的一个节点 所以你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想了解一下 你是可以看一波的 然后呢 其实目前如果你想购买它的这个代币 对吧 你看到也在Gate上面有 不过个人觉得交易量还是比较少 最大的依然还是在韩国人自己的一个交易所上 所以这个项目确实 如果你想购买的话 那可能会受限一些流动性 最多也是只能购买几千刀 所以还是那句话 在目前的一个角度上 还是建议你可以先保持一系列的观望 来看看后续会不会进行一个拉盘 个人判断 就是NPT这个项目 如果说它要拉盘 应该能是一根针往上冲 因为这很明显就是强壮导向币 对吧 而且韩国人在背后 FOMO等等的一些资源都给到 即使想要拉盘也会有一个理由 而且人家就上线拉W 包括AI驱动跟最近的热点又比较相似 所以看起来是要走一波拉盘的一个节奏的 但具体呢 我就不太确定了 而且确实在过去一个月间 这个项目的一个表现也是比较猛了 你看从这个2月25号到今天3月24号 已经拉了多少了 百分之六十几了 所以其实这一个月是进入到一个启动的节奏中的 但我是感觉这个项目如果真的想要涨 应该会是一根针往上涨 所以呢 对于这个标的建议各位保持关注 但确实受限于流动性 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问题 还是建议各位在目前阶段先保持观望 了解和观测一下 后续这个项目的一些这种进展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有更多享受的想要聊的 包括你有对这个NP项目更多想要讨论的 那么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或者是点赞关注本频道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